我们要讲一个就是公益活动的直接的公益活动的直接的革命意义啊 它的直接的直接的一个革命意义在于 它是一个直接夺取生产资料的一个活动 直接夺取生产资料 直接夺取生产资料 Size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直接夺取生产资料 那么这个生产资料是最直接的 也是相对非常核心的生产资料 是什么 劳动者本身工人 本身的什么 体力 组织度 以及忠诚 请客吃饭 就是已经是在通过最直接最赤裸的方式 夺取为社会主义阵营共产主义阵营夺取工人 因为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生产 当然把工人异化成为生产资料了 你不可能把它作为一个直接的主人翁的 已经觉醒了的 有阶级意识的 有阶级 解放性意志的工人那样 不可能 你首先是把它作为一种生产资料给振夺过来 把它作为它的体力劳动 组织度和忠诚 这些东西本来都是用在为大工业机器 大工业生产 服务的 大工业生产当中的生产资料 当然它不是经典意义上那种生产资料 它就是说 劳动力本身 一化成了生产资料 一化成了生产当中的材料 它的体力劳动辅识度 以及它的这个自我认同 自我认同 它就需要第二步 需要第二步 这个要需要这个劳动者反哺 劳动者这个反哺困难群众 反哺困难群众 劳动群众反哺困难群众 过程当中 过程当中 劳动者自己获得他自己的 自我独立的自我认同 独立的自我认同 同时也认同于我们志愿的团队 志愿团队 公益团队 这个夺取它的体力劳动 这个不叫提了 这个甚至就不叫夺取了 甚至是夺取一个可以 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是作为一个体力再生产的 体力再生产 体力本身的再生产 也就是体力恢复的一个工具 身体可以使你的体力恢复 对不对 身体在这个页上 它是个体力恢复的工具 我们把它暂时夺 就你的消化系统嘴巴了 请它吃饭 其实让它的消化系统嘴巴 它的消化系统 它的嘴巴 把它夺取过来 让它吃我们的饭 免费吃我们的饭 恢复的体力 变成我们施加于它的恩惠 变成我们对它进行施加的一个笼络 这样把工人笼络 团结过来 这个词带有贬义 whatever我不管了 用词带有贬义不算什么 那么可以进一步 引导他们去反补困难群众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的组织度 也从大工业生产 被资本义化大工业生产那边 拯救出来 把他的忠诚 把他自我认同 以及他的群体认同 都拯救出来 这些东西 他的组织度 他的忠诚 自我认同 群体认同 都是被大工业生产 义化的 本来都被大工业生产 义化 并且奴役 并且作为他的组成部分的 他里面有他的鄙视链 有他的享乐模式 有他的鄙视链 有他的鄙视链 这些东西匆匆 我们要把它改造掉 要把引导到 让他来进入到我们的循环当中 进入到我们的公益 志愿服务社的一个循环当中 明白吗 所以 直接来讲 它是一个直接的一个 具有革命意义的一个活动 直接具有革命意义的活动 直接就是夺取生产资料 但是这个生产资料 不是说机器 不是说原材料 这种东西 我首先我要把工人 我要把劳动者 把劳动者的体力 甚至他的脑力 他在这个过程中 也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体力劳力 创造力 组织度 忠诚度 自我认同 群体认同 甚至他的文化 发展的文化 发展文化那种 那种能力 要把他们夺取过来 这就是 夺取生产资料的第一步 第一步 是什么 夺取生产资料的夺取者 叫夺取夺取者 夺取生产资料的夺取者 这一步不做 不做这第一步 你怎么夺取生产资料 你凭什么夺取 凭这些无政府主义者 凭这一点点知识分子密谋的 恐怖主义的那种突袭的 怎么可能夺取生产资料 所以我们这一步叫 夺取夺取者 这就是公益活动的 就是他的 你就要非要说他有革命意义 这是他革命意义 好吧 就讲到这里